我说不算 他说也不算 涛哥拍板才行 那我们辩论辩论有什么不行呢 好 我们休会一分钟 广告之后接着开会 好 我们休会一会 欢迎回来 我们接着开会 先公布一下凤凰网的时事辩论会互动专区 网友调查的结果 中国航母下水应否部署在南海呢 一共有一万一千多人投票 红夸夸认为应当部署在南海91.5% 认为目前不需要部署在南海的8.5% 在凤凰网的论坛上 韶花这么说 韶花号航母 他给命名了 叫巡视南海 南海岛屿备战 韶花一夜背白发 这个Z3808 这是个弱智问题 瓦良阁今天是被拖出港口的 没有自身的动力 难道拖到南海吗 我们能不讲是瓦良阁吗 我们讲一旦有的话 第一艘航母 第一个航母编队的话 是不是该部署南海行不行 浅如世家说 部署应该不固定 这段时间部署在黄渤海 那一段时间部署在东海 另一段时间部署在南海 甚至到索瓦里海岸去逛逛 这样即可让航母适应不同的海情 又可让对手摸不清头脑 直到另一艘航母的出现 虾米婉高说 现在还没有这个必要 有关航母的技能战法 我国都还不成熟 即什么 等形成战斗力在部署 中国不是只有航母才能震慑南海 他的意思是 还有别的办法震慑南海 这个是 郝里巴巴巴说 东南两边游 多去老美的盟国 东南亚游是必要的 好 各位评论员请 我想这里头我想谈一个观察 因为未经证实 就是如果有了航母以后 到底是编入舰队来指挥 还是说由海军司令部 还是会由中央军委直接来指挥 这就涉及到一个航母的一个所谓部署问题 如果是归海军司令部来指挥的话 那么它不存在说隶属于哪个舰队 要部署的哪个地方 它的作战使命是由司令部直接来 就是到处留的 对对对 现在的消息是归大连战 那个舰队训练学员 没有 这艘航母我们还在强调 这艘航母 它是航母 但引号它没有战斗力 它没有部署问题 它是有训练功能 但是它没有作战使命 十几二十年前 瓦兰格千辛万苦的拖回来的时候 说的是游乐设施 游乐设施 二十年后它变成航母平台了 卢涛老师 所以我就说我们对这个问题 就是说不要钻牛脊脚尖 就是说一定得部署在什么 我们还是要把航母的功能 包括借鉴一些其他国家 使用航母的这些经验 包括美国 包括俄罗斯等等 俄罗斯目前不只有一艘航母 虽然编制是在一个舰队里头 但是你看它的功能 它经常去地中海去溜一溜 是吧 经常那个有两个观点 但是我想让那个李伟 那个兵器专家先讲一讲 为什么是拖出去 刚刚那个那个网友说 说没有动力 那个简直是 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我们讲最简单 美国的航母老来我们香港访问 对吧 你多会儿在维多利亚港 见过航母 它如果要停靠在尖沙坠码头的时候 它一定要用拖轮拖进来的 我们的豪华游轮 都是拿拖轮拖进来的 为什么呢 这种大型船只 别说是航母了 就是大型游轮进港的时候 都得要拖轮往里拖 这样的精确度和速度呢 都比较稳 不会撞了码头 你要是按自己那个走法 你把人家码头撞坏怎么办 所以你看美国的航母 到香港来访问 都在外面停的 对外海外海 外海周围一百米都没有船 他要没有动力 他就不要出海了 所以这个网友简直是 基本情况都没有弄清楚 瞎写什么呀 我再讲两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 刚才我表扬了 耿大校的无关论 第二个观点 我现在要表扬一下 解放军报记者 郭大校 郭大校有句话 非常有给力 航母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意志 国家意志 意志的体现 那么 我还讲一个观点 就是说 解放军的战斗力 什么时候形成 按照美国标准 现在解放军都没有战斗力 解放军是有战斗力的时候 跟蒋介石打吗 解放军是有战斗力 谁跟美国鬼子打吗 跟日本鬼子打吗 从来都是没有战斗力的时候 那么你现在航母 你今天开出去 能够开了 你今天就把它开到南海 马上就威胁越南 你信不信 这就是郭大校讲的 人家意志的体现 我认为越南人 菲律宾人 也是和你一样的想法 所以他们现在 着急 我来回应 第一 这个郭大校 我也微博上看到 他的著名的言论 我认为作为他来讲出这样的话 让我觉得还是挺吃惊的 我觉得 军报 我说两个 军报技术 就不要老在这个军队圈里边混 也出来说说像郭大校这样的话 要好好表扬 那个转转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作为一个 他当然是代表 我想着代表他个人的意见 但是讲这个给力的话 鼓舞士气等等都都可以 但是还是要实事求是 我们在这里的不要搞航母大跃进 就是航母该怎么发展 就怎么发展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 稳扎稳打 科学的一个 一个规划的体系 不是今天刘兰昌觉得 我我今天 哎 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溜一圈再说 那个那个鲁套 现在 现在还有很多人说 我要 你建这个航母干嘛 浪费钱 这个 你干脆要都不要 不要说那个什么大跃进的问题了 发展航母不是折航 不是折一个指的航母 我们嘎巴嘎巴折两下就折出来了 它是需要一个训练的过程 所以为什么要有一个训练舰 这是第一点 我要驳斥 就是说航母大跃进的思想 第二点 我想驳斥一个就是 有了航母 我们就能解决南海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也是一个 我个人认为是一个 相对狭隘的看法 有了航母 有震慑作用 有震慑作用 但是解决南海问题不能单靠 就是所谓的唯武器论 所以 所以那个外交部的思想就是 搞一个什么行动方针 搞一个南海行动宣言 这个鲁涛的思想 我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从我们解决一些经验来 就是历史的经验来看 武力可以解决问题 但最后还是要文武兼备 或者胡萝卜大棒都要同时使用 我这里不是在批 我们不要搞航母 航母搞非常重要 而且航母的战略意义 不仅仅在南海 我一直强调这一点 对于中国整个 如果华阳格号 现在五个常人理事国里头 我们说有几个硬指标 有核 就有核武器 是吧 还有你的这个 第二个我估计就是得有航母了 现在是五个常人理事国里头 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航母的 是吧 我们这里不是在争论 发展航母有没有必要性 而是我们应该在这个航母 还没有形成战斗力之前 还没有发挥它应有的震慑作用之前 我们的关注力 要集中精力 要解决发展航母的问题 甚至要为它 营造一个相对好的 一个舆论的一个环境 让它心无旁骛的去做它 因为你不按照职业要求 按照这个航母 航母的这个军事要求 要做的事情 那个航母还没有出来 河南什么航母 打个意思 很扎文打 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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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中国再低调 中国发展航母 日本不高兴 越南不高兴 菲律宾不高兴 美国没有 没有哪个国家高兴 还有一个 发展航母 除了自己高兴 把嘴还在堵上 笑不能让人看见 你怎么低 人家也是不高兴 所以我再低 说到根本上 第二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高调 还是低调的问题 这里不涉及这个问题 第二 涉及的一个根本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 就是即便是 这是一艘训练的航母 或者航母平台 当务之急 就是让这些舰上的人 去安安心心 集中精力 做他们该做的事情 他不会因为你 刘弹昌说 今天你应该去南海 我问你 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 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军事问题 训练和真正能打的 有什么界限没有 当然有界限了 这里我相信 那你就真是不懂了 你就太外航了 他真是 你就太外航了 我相信就是说 一架飞机 什么情况下能飞 我不仅不仅是战斗机 就是一架飞机 拿到民航的试航证 都要经过什么样 多少的程序 我相信这些东西 我们都要走 不然就会出现 冷战时期 美苏搞什么 这个军备竞赛 或者发射卫星竞赛 就你有了 我赶紧第二天 就得发射 结果 汪迪 在这个还没搞好 就就就爆炸了 这种事情出现了很多 二战时间 这个伦敦 英国人保护 英伦三岛 用的是木头的飞机 你知道这个事实吗 用的木头壳的飞机 那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就是那是逼不得已 甚至你还吊气球 去保护这个伦敦 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们现在是要发展 有战斗力的航母 现在是什么时代了 不是说我胆子大 我强硬我口 他老师的意思是 现在什么部署在南海 言之过早 不是 他这个鲁涛关键说 这中国航母 瓦兰克号是一个训练平台 没有战斗力 你拉到南海去也没有用 我的意思就是 训练平台和真正能够 作战的东西 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另外 这个就是我们航母 到了南海 也不是真的要 我认为 就是一个威慑 我认为这个网梁 我现在很痛心的一句话 就是我们张口闭口 是网梁阁号 就是现在还没有一个名字 让我们能够 至少是我们 说是我们中国的航母 我呼吁 这名字还是可以早点弄出来的 我们回到另外一个问题 回到另外一个网梁阁号 他的意思是 网梁老师 名字都还没取出来 你是着急部署 干嘛 是个事实 你本来就是买别人的 对 你没有什么不好 不高兴的 或者丢脸的事情 这个事实 我相信 其他为了方便架 你也起一个名字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问题 我相信有一个很好的 一个一个 一个观察的角度 就是这个网梁阁号 即使有一天 它具有一定的 准转战斗功能 准战斗力 它最好是和另外一艘 已经形成正式战斗力的 它配合使用 你现在贸然的把 这个我觉得 你非要把它放到南海去 我觉得 你作为在那船上的人 你得考虑